嗨,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摩金哥 今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前首相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敦马哈迪默默医生 出生于1925年7月10日 这是我们任期最长的一个首相之一 他是我们第四任和第七任的首相 2018年到2020年的 再次赤炸风云 而且搞得我们的马来西亚风风雨雨 来,我们看下去 现在他又讲了一些话 非常非常震撼的 看下去,我们就知道他到底内心正在想什么 他又要搞什么,东东出来 我们要召唤一遍 对了,他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意思是说 敌人的敌人是你的朋友 所以他做什么东西 都有他一定的道理 他真的是很有车理 马迪接受凯里的访问 他说了一句话 来,我们看视频 这个老谋深算的马哈迪 终于承认他在2018年和民主行动党合作 只是纯粹利用他们而达到目的而已 当然呢,我相信在座的观众们 在座的家人们也不笨 他们都知道 你们也知道 他们的关系 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对吧 但是呢 最终他们达到目的 就是可以推翻 纳粹政府 如果我们不使用DAP 我们不会得到大量 而纳粹会继续成为他们的 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 民主行动党 一直叫的一个口号就是 骑马杀鸡 在那时候大写呢 这个口号非常好用 什么叫骑马杀鸡呢 就是骑着马来杀鸡 当然呢,我们讲的不是这种动物 骑马是指我们的老狐狸 马哈迪 骑就是指我们的前首相 纳粹 这意思就是很明显的 我是在利用马哈迪来杀掉这只骑 就是推翻纳粹政府 最终是大功告成 但是我们也知道 谁做的首相呢 是我们的敦马哈迪 这只老狐狸 利用了民主行动党 组成的政府呢 而且 他又有另外一个想法 接下来呢 故事呢 我就不再说了 我相信很多人呢 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们今天就在讲 为什么 这个 东马迪又出来讲话了吗 他讲的话 意思是什么呢 好 好像民主行动党 好像民主行动党 没有问题 这个人 这个人 是不是我们现任的首相 安华呢 安华为了组成团结政府 而把巫统 拉进了团结政府的阵线 如果他的意思真的是那样的话 安华的团结政府就要注意 要小心了 因为他会给人民联想了很多 想了很多 他的真正的意思就是 推翻现段的团结政府 各位家人们 各位朋友们 各位观众 这都是我自己个人的推测而已 有没有影射 某一些人 有没有影射 都不是我们讲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可能就是 讲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样子的意思 OK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 想一想 马哈迪现在差不多 一百岁了 还可以 做什么东西呢 朋友们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他的势力哦 如今 他非常的无奈 而且 他还要找机会 和他一直以来有 有心病的伊斯兰党 来合作 为了达到目的 人家说是 不择手段 他是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朋友 还是不是朋友 只要为了达到目标 我都可以合作 但是 我有一句话 要欣告伊斯兰党的成员哦 什么 我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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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有一些 老谋深算的老狐狸呢 他做什么事情 都有自己的盘算和意图 所以 他明知道你是在利用他 明知道 你只是要 用他的名字 来达成一些目标 他也不介意给你利用 但是 最终 谁利用谁 还不知道 这就是 我想要讲的 只要 剩下的 就给大家 自己去联想和判断了 好不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 topic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希望 如果大家 喜欢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会做更多 更好看 更精彩的内容给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 订阅和分享 给我们更多动力 做更好看的视频 谢谢大家 拜拜